吃 沿過去 伸長 縮短 撇輕的 點 隻 寫扁的 過 這個不要伸展啦 因為這個 有個平納 請斜狀 平納可以伸長 比 有兩種比順 是其中一種 有兩種比順 輕的 重的 得 一筆是長的 第二筆是短的 長短稍微分一下 第三筆是拉的非常長的 點點的非常高的 兩 兩 點掉下來 摸 出筆劃 拉開 往 出筆劃 拉開 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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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可以寫扁 不過在這裡面它經常寫得很長啊 往 往可以寫扁 口 口 手掌 撇 撇還是短 就用納才伸長 撇都很喜歡寫得很輕啊 這有什麼好處 這有什麼好處你知道嗎 鐵青的話就會覺得那個納特別重 所以我覺得那是刻意 可以往上斜 往上斜 拉直 點短 稍微下降一點 這裡是竹筆畫 這裡是竹筆畫 偶爾翹一下 弧度大 動作輕 靈 後面下筆最長 好 這個弧度記得要往下壓 不要一直斜上去喔 還是要令往下壓的動作 反而會歪的 點點的很高啊 距離很遠 看 六尾加點粗細就可以了 撇短 腊長 斜 稍微僭隔距離 有點小弧度 細的粗的 風好 稍微 10 一样保持有轻的 那一样保持的重的 我以为勾一下 内缩 轻 这个比较重 轻 上面的口斜窄一点 这是出笔花 下面的口可以扁一点 略大一点没关系 比较稳 轻的 轻的 纳重的 保持斜度 保持间距 保持长短的差距 保持粗细 保持长度 保持续 凉 竹笔花 弧度 下面稍微宽一点 再来用一个 持足笔花 不要太长 但是还是要弧度